第265集 秦无天到来 对玄悦来说 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各种高楼大厦林里 马路上各种各样的钢铁怪兽横行 这一切对于玄悦来说 都是很新奇的东西 从北风一行人进入金融中心以后 就不时感觉到一阵阵的眼神向自己一行人看来 准确地说 是看向玄悦 但是只限于此 倒也没有人上前来搭讪 北风一行人 直接上到13楼 这金融大厦 从第13层开始 就是各种奢侈品店 以玄悦的身材样貌 北风觉得几百块的衣服穿在玄悦的身上 那都是一种罪过 一家家奢侈品店布满了这一层楼 北风三个人倒是没有什么 林梅倒是有些拘束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让自己也过来 整个13楼中没有多少家店 生意也显得比较冷清 但却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因为定做的衣服需要时间 北风才会带着玄悦 先来买几套衣服先换着 走进了一家店 立马就响起了悦儿的欢迎声 一个个女孩倒垢 不比网红差到哪里去 这些女孩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能来这里消费的客人 都是不差钱的那一种 别人花钱是来享受的 你总不能够让几个大妈级别的 来这里上班吧 北风坐在沙发上 要了一壶茶水 让玄悦自己去挑选 倒是把李梅叫到了旁边 向其吩咐了几句 李梅一脸的古怪 随后点了点头 上前去陪着玄悦挑选去了 这些导购女孩最厉害的 就是眼力于嘴巴 从北风一行人进门 这群女孩已经把北风一行人 打量过了 其中北风和玄悦两个人的衣衫 虽然看不出什么牌子 但却只需要看着面料 就知道不一般 应该是属于定制的 至于李梅 与玄三则是直接被无视了 玄三的衣服一套下来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而李梅的则是浑身上下夹起来 不会超过一千块 一个女孩小声地对着同伴说道 同时眼睛不停地打亮着北风这里 这人打扮好奇怪啊 郭童的眼中 异彩连连 虽然北风的打扮 在现代社会看起来 很是奇怪 但偏偏不知为何 郭童却是觉得 现在北风这身打扮 却是最适合她的 旁边的同伴对着郭童说道 你呀 你是不是像男人了 话说这个任务可有点艰巨啊 你看看别人带过来的女伴 郭童看了一眼 正在挑选衣服的女孩 女孩脸上带着笑意 如同一只黑色骗人其舞的蝴蝶 不愿意的有些泄气了 平心而论 郭童的要么身材都很漂亮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交叠 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郭童气恼地发现自己 与这个女孩的模样差距太大了 嗯 来客人了 郭童看了一行人进入店内 不再去想这些事情 赚钱才是王道 韩星云向身边的男子抱怨说道 一脸的不爽 亲爱的 三线城市就是三线城市 我喜欢的品牌都没有 好了 就将就一下吧 等回了戎城 我再给你买 姜刘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这个女人变化怎么这么快 一个月之前 不是还很清纯的吗 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 妖艳的货色了 嗯 姜刘突然一呆 眼神直直地看向店内的一处 得到她 一定要得到她 看着正在店内挑选衣服的旋月 江流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声音 韩星云 看着江流直直地盯着一个女孩 顿时催意大发 亲爱的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突然想到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我让阿彪先送你回去吧 说着 对身后一个男子打了一个眼色 是一把韩星云带走 韩星云忍不了了 对着江流大声地说道 你骗我 你从刚才进来开始 就一直看向那个女孩 你是不是打算去泡那个女孩了 闭嘴 不要闹了 你先回去 看着店内的人 对这边指指点点 江流是满脸怒润 这个女人还真是不知好歹 被江流这么一吼 韩星云呆住了 不敢再反驳 尝到了甜头 又怎么愿意 再过上以前那种日子呢 邵组长 北风一行人 就在这家店里 秦吴天 向着这家店走来 身后跟着十几个人 从一旁快速地跑过来一个人 恭敬地对着秦吴天说道 嗯 我们进去吧 秦吴天点了点头 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水的北风 轻轻放下了茶杯 终于来了吗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打我的主意 从自己一出别墅开始 北风就已经感觉到 有人在跟踪自己了 但北风却没有任何的表现 奔乡等下买完衣服之后 再把这件事情解决的 没想到这群人居然已经来了 北风略以感知 对面十几个人的境界 一览无疑 嗯 十几位宗师 一位先天上人 好大的手笔啊 江流看着韩星云 不敢再多说什么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女人还是挺实实物的 不然回去就甩了她 正在想着 一股大力传来 让正在走神的江流 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混蛋 是谁 少爷 你没事吧 江流满脸怒火 自己居然被推倒在了地上 看着四个手下跑过来 搀扶自己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死到哪里去了 看不见有人推我吗 江流气得不轻 明明这四个人 站在自己的身后 为什么自己会被推倒 这四个人都是瞎子吗 滚开 一行人走了进来 众星拱月一般地 围绕在秦无天的身边 当先一个宗师 冷冷对着江流等人呵斥道 混蛋 你们不是特种兵退役的吗 给我打 打赢他们 一个人奖励十万 江流看着一行人 居然这么嚣张 顿时就气炸了 从来都是自己在别人面前嚣张 今天没想到 遇到比自己还要嚣张的人 四个人对视一眼 摩拳擦掌 十万块钱 相当于自己等人 小三个月的工资了 至于对方有十几个人 则是不被四个人看在眼中 自己等人都是从特种部队退役的 一个人打四五个人都没有问题 四个人向着秦吴天等人冲了过去 脸上带着笑意 只是打一架就有十万块 这样的美差事啊 天天有该多好啊 哼 看着四个人朝着自己一行人冲了过来 当先那一位宗师发出了一声冷哼 不知死活